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第16集的Gadget Live 除了我马田之外 还有Lawrence 和Andre 大家好 大家好 上个星期我放假 你们有开节目吗? 是的 有的 有的 上个星期我们有什么题目呢? 上个星期我们就和Alan讲了 讲了Samsung的Fall Samsung Galaxy Fall 9月才出的 还有Alan早前去了台湾 试了华锡第二代的电竞手机 RG Phone 2 有印象 没错 没错 我都去了台湾 是的 是的 那今个星期的主角 我想大家在这个螢光幕面前看到 我们放在Kips T5的True Wireless耳机 这个耳机刚刚今天下午就做发布会 那应该明天开始就升纸亚马日 因为上次我们做Sony的耳机的时候 也有些观众问过我们 跟Kips的耳机比较 有没有分别 或者是表现是怎样的 我们那时候都说 如果我们收到Kips的耳机 我们就第一时间 想和大家做个测试 或者说两个耳机的分别 今天就开完记者会 所以我们就拿了耳机回来 所以就第一时间和大家做个开箱 喂好像我们 开箱之前 我们不如说一下 今个星期的热话先 不是 首先 在说热话之前 我首先插一插播 问题就是 好像我们讲耳机 比较多观众听的 上次说Sony的耳机 观众人数 我不知道大家看直播 或者可能新看直播的朋友 会不会对真无线耳机 比较有兴趣 如果是的话 如果大家想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有什么话题 我们可以讲一下 或者分析一下的话 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节目 那个下的留言 或者之后在我们 我们YouTube频道上每一个集节目的 下的留言都可以的 是的 喂好 刚才Angelo说了 先不开箱 先说了一些神秘感 那说什么热话呢 其实这题都已经讲了 就是下个星期 Samsung就会在纽约发布一部 新系列 这个Note系列的新机 Galaxy Note 10 其实在发布会之前 不停都有很多 传言 或者一些规格的流出 基本上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那些传言 那些相片都很真的 是的 不如 好了 这两天 其实都会保持着 一些新的相片 出来的 同事可不可以帮我 播一播相片 是的 好了 第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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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在哪里 这张照片是在Twitter上 通常呢 近年的爆料 通常在Twitter上 是比较快的 又新又快的 基本上 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都可以在上面 看清楚了 那这张呢 就是一个著名的爆料王 叫Ice Universe 的 他就上了一张照片 我相信它也是转载的 那 那 那张照片可能 就是比较萌 或者是一 拍摄的人 拍完之后 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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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中间那一点 中间那一点 微深一点 微深一点 就是韩国嘉燕姐 我称之为韩国嘉燕姐 嘉燕萍 嘉燕 嘉燕萍 这个名字还可以 这个名字还可以 嘉燕萍 很多人在说笑 那 Gas Note 10 是有机会 都不是有机会 基本上是 传闻出来之后 就说他会用一个中字 在屏幕顶 一个中字的 开孔屏设计 但其实 无论是 因为现在 在说传言 都会有两个版本 就是Galaxy Note 10 和Galaxy Note 10 Plus 两个版本 都会用单个的 前置开放相机 那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不用Galaxy S10 那时候的两个相机 因为有Y 又 standard 又拍到 Y 亦都可以做 景深的效果 亦都会比较好 我就是不太知道 为什么 他会转回到单镜头 不过 无论如何 这个 屏幕上方 中字 开孔屏 应该是第一步 用到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你看到一张图 你可以看到那部机的边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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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柔 柔 基本上是用得 那个 屏占比 用得很高 虽然外面说的 那个 应该说 没有 其实那个 屏占比的1% 但是 应该超过 91 92 相信 好 可以看看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 其实是一些 官方 类似官方图片的 Randering的照片 我想这张照片 可能大家都 从某些渠道见过 其实想说回 今次 Gas Note 10 是会有一个 幻彩色 黑色 白色 基本色 还有一个幻彩色 问一下 两位 你觉得那些幻彩色 可以吗 我见近年很多品牌的机器 都是推出这个幻彩机 那个机背 似乎相当受落 似乎市场都很流行 这些幻彩色的机背设计 听说 连这个苹果都想着 考虑出这个颜色 对 其实幻彩色的 表现出来的效果 其实都不错 它这个幻彩色 就不像之前 Samsung自己也有出过 是 中架机 是 它这个就比较 稳重一点 就是之前出的 是珊瑚虹那些 是很长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 平实一点 这个幻彩色 平实一点 是吧 是 我自己觉得也漂亮的 但是 坦白说 很多人都觉得 华为的P30H 那只幻彩色 都是漂亮的 天空之景 那只 现在呢 Samsung这部Galaxy Note10 那个幻彩色 正式的名字 不知道 未正式发表 下个星期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这个 两个都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拿到实机的话 不如和大家 再比较 比较 其实呢 这张照片 还有另一样东西 同事可不可以放小一点 或者移去另一边 对了 把照片移去 对了 另一边 就是照片的另一边 照片的另一边 没错 黑色那边 黑色那边 其实呢 应该是上面 上面 上半部分 不好意思 好了 大家会看到呢 这部Galaxy Note10 有两个版本 上方的 其实就是在显示着 Galaxy Note10 Plus 除了有三镜头之外 三镜头旁边有三粒东西 第一粒呢 就是 讲着 Servonta 第二粒 就是对照啦 另外 一粒呢 其实就是TOF镜头 那即是说 今代 Galaxy Note10 是会有 Galaxy Note10 Plus 应该说 是会有四镜头的设计 多一个TOF镜头呢 其实 那个 在AR方面 和在景深刻碎方面 应该就会比 这个 Galaxy S10 会更加好 其实应该那个效果 跟5G版的Galaxy S10 Plus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了 说快点 还有第三张照片 同事又要麻烦你了 好了 第三张照片有什么特别呢 第三张照片 其实又要看看 螢光幕的 右手哪一张 红色 红色那张 很搶眼 很搶眼 没错 其实呢 开头呢 三星一路出的奇音机的时候 都不算 在用色那边 不算说 太过 大胆 大胆 曾经有过 例如 S7那时 它会有一些绿色 蓝色 但是去到 红色呢 其实 说的是 部机 出了一排之后 它会加推一顶颜色 那 现在 在 发布会之前 就告诉你 有一些 比较大胆的颜色 其实 就少见一点的 那我相信 这只 这只 红色 和平时的粉红色 是有点不同的 很明显有点不同的 我想 女生 都应该 挺受落的 就这样看 我觉得就像是 部机 可能在 十月 十一月出的时候 就趕 圣诞那个市场去打 因为那时候 卖的红色的产品 是最好卖的 我所知 也有这样的可能 是的 那究竟 真正 推出市场那时 或者真正发布那时 究竟会有什么颜色呢 下个星期就知道 那我就会 也会亲身去到楼 一起提这个发布会 到时应该都会开直播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好 好了 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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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六十的 认识之后 那当然是开箱 交给你们 有什么特别 我见到 其实 我见到这个盒 都 那图片 都觉得这只耳机 非常帅 是的 那你 一路开箱 一路说 我们今早 见过这个耳机 他的机箱 看了 那个机箱的外形 是比较小的 就好像一个打火机 因为大家在网上 一些 因为香港不是首发的地方 外国都有一些地方 已经做了开箱 那大家就会见到 这个耳机的外形 就是那个充电盒 就好像一个打火机 那样的设计 这个耳盒呢 因为它是 外面是一个金属物料 那重量是 比较聚首的 虽然你看到 好像不太大 但是 是比较聚首的 另外就是说 他这个耳机的使用时间 那是做到 我想现在真无线耳机 最长的时间 其中一个最长 就是 24加8的 32小时 就是耳机本身是8个小时 电池盒是24个小时 整体是32个小时 那 以发布的耳机 我印象中 这个都 不是最长 都最长之一 是的 目前我所知 就是耳机这些 最长售的 应该是 Audio Technica 它是45个小时 嗯 这个应该是第二 Audio Technica 那个盒子很大 很大 而且它是很索胶的 那我们可以 摄像一下 去看看 那旁边我这个 就是Sony 1000X Mark III 那这个就是 Kips耳机 真的小很多 那你看下去 其实就小很多 几乎是 一半 一半 高度差不多 厚度 厚度也有些 但是耳机本身 整个盒子 是一半 但是重量来说 Kips这个盒子 比Sony 我们有个资料 在这里 看看重量 Sony 软件 因为Sony 这个盒子的 物料是 塑胶 这个 外面是 金属的 T5 T5 全无线 充电盒 96g 重 而Sony 自己本身 那一只 呢 Sony 自己 就是 77g 77g 对了 打开了耳机本身 看看耳机 大家看到 耳机 那耳机本身呢 其实它做得比较小 它这个开发 我第一次看到 它这个开发 打环开 真的很像打火机 对了 他们官方都说 它是用 不要说抄杂 它是用 Sippo打火机的概念 来做设计 他们 产品发布那边 那耳机本身 Kips这一只 就是 每一边 Sony 那一只 就是8.5g 耳机那方面 它是做得比较小 而且 都容易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它那个 耳塞的位置 是做得比较幼 而且 耳机本身 是比较小 对一些 耳窝 不是很深的人来说 这个是相对 相对 Sony 这个 就容易大一点 Sony 这个耳机本身 比较大 这个耳窝 这个位置 比较深一点 我们配Sony 这个耳膠 它本身比较长 你会发现 那两个尺寸 都 有些分别 有些分别 还有 Kips 这个耳胶 它的形状比较特别 它是属于 椭圆形的 它就和普通 传统耳胶 传统耳胶 都是以正圆形为主 但Kips 就是以椭圆形 所以就会容易带很多 是的 那我们都带过 试过 其实都容易 控制的 那 如果你说 说音色来说 因为最主要 我想提一提 就是说 之前都有人说 以这个Kips的T5 True Wireless 是否有APTHD 呢 今天都问过 代理 和Kips那边的人 其实呢 这个T5 是有几个系列的 那 就 有这个True Wireless 另外 是有一个挂颈式的 就是叫做T5 那 有APTHD 那一只 是挂颈的 那一只 挂颈式的T5 就有APTHD 而 这一个True Wireless 就是有APTHD 是的 所以 要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 是不是 这个True Wireless 有APTHD 其实也是APTHD 而不是HD 是的 那 你觉得 有没有HD 其实 会不会 撑很远呢 我觉得是配合 配合 配合 如果配合 本身有HD 你想听一些 叫做 叫做 Newis的歌 就是高清的歌 是的 那 HD 而言 他的Beat Rate 是会高一点的 但是 始终 True Wireless 它要透过 蓝牙道 做一个 2channel的 传送 那 那个 蓝牙的频宽 就不足以做 这个 HD 其实 厂方 也有解释到 这个原因 True Wireless 是做不到 APTHD 如果要做 就是掛颈 那种 因为它是一个 单独的 蓝牙的频道 傳送 反而 容易做到 但是Han Hell 那种 我都想说 虽然我们没有 实物在 但是Han Hell 那种 它 今次的设计 是做得 比较精致的 看看我 有没有 相片 Han Hell 这个 它今次的掛颈 掛颈的位置 做得很幼小 不像以前掛颈 好像一个颈箍 那样 这个也是新的 这个也是新的 但是这个 很幼的 很幼的 而且 它掛颈的部分 是用真皮做的 包了一层真皮 带下去 就比较舒服些 而前端 即是控制器 和藍牙电池 那部分 是金属做的 那质感也不错 那整个 你拿到 实物上手的时候 整个 是好像比我们 以前看的那些 挂颈的 藍牙耳机 小了一个马 那样 以前那些真的 很大 以前那些真的很大 整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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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硬 其实就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 带下去就好像 很轻 很轻 觉得你是有一个 挂颈的重量 如果女孩子的话 应该会比较喜欢 T5 这一款 一来轻 二来 其实 听阿Loh说 它支援 ATPX HD 其实声音是真的 再漂亮一点 再阔一点 声音的声场是 是的 那 今天我们 很简单 今早我们都很快 试了两个耳机 其实 NetBang 我用iPhone 或者用Android 手机 Android手机有AP THD 出来的声音 NetBang 那个 透切度 还有那个 音域 就是 阔一点 整个空间感 是阔一点 我觉得 是做得更好一点 那 那个 价钱 NetBang 其实就很便宜 就是相对 一千三百元 以下 而 这一个 True Wireless 是说 1999 那 所以 价钱来说 就好像 NetBang 那个 如果 那个 价钱有限 又不是说 一定要出 wireless 的话 其实NetBang 我反而觉得 可以考虑 反而 可以考虑 是的 因为我们两个 听过 NetBang的声音 更宽 更开阳 更开阳 是的 但是 我觉得 1999 是的 1999 OK的 为什么呢 我暂时还没见过一个 那么帅的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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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 这个耳机的声 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耳机的声 我觉得 在钢噪方面 它有一个CVC 钢噪 就是 现在很多新的 用Coccam 的 藍牙晶片 通知耳机 很多都有CVC 钢噪 这个CVC 钢噪 我想 减少了50% 左右 就是 那个钢噪的表现 50% 左右 那 Sony 就是 一个 真钢噪 就是 一个 混算模式 做的 钢噪 大约70% 左右 如果你说 街外的 雜音 你说 两边的音色来说 Kips 这个是 比较自然一点的 没有那么 人工味的 都 都 不错 都不错 都不错 那些声 那 Sony 一向好 我想 日本耳机那类声 高中低音 什么都齊 给你 Kips 比较 斯文 少少 那 你说 值不值得 买呢 都不错 如果你说 我 Kips 最大优势 就是电池使用时间 是吧 三十二个钟 我觉得 Kips 这个 除了电池使用时间 或者声音之外 我觉得 真无线 真无线耳机 配戴下去 舒不舒服 都很重要 因为你 Sony 这种不是不好 但是Sony 对很多人来说 他那个 相对比较大的 单元 那组 你塞在耳朵里 是很辛苦的 但是Kips 刚好 你很容易可以戴 很多亚洲人的耳窝 不是那么大 Kips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想女生戴 Kips 会比较适合 因为女生不是说耳朵 而且你看到Kips 那个样子 都是比较中性的 不像Sony 那些 相对比较大 Kips 我觉得 女生戴可能会比较适合 Sony Sony 科技感重一点 造型科技感重一点 Kips 就潮流一点 Kips Kips 近年我见到他们的产品 都是比较 很精品 无论他上次的 TUNET BANG 包了皮 那个 你看到那个样子 是很贵气的 这次来说 产品设计来说 你都感觉到 首先看到 你会觉得 那个盒子 很漂亮 很典牙 而且本身 他这个设计 他也是用了 铝金属的面板 和一个 玫瑰金的颜色 其实是很吸引 很贵气的 感觉 这个我们稍后 都要再慢慢 煮一下 再试 再试 刚才说的 一个初步 听过 很简单的 感觉 还有他 跟盒子 都有 好像是两对 耳膠筋 都有两对耳膠 因为他的耳膠 是比我们日常见的 那些 小粒 和尖的 我给大家看一看 真的没开 我那个开了 新开箱 新开箱 不知道大家 看不见到 那些耳膠 是比较小粒的 如果你说 我想放在耳朵里 插入少少 深入少少 这个是 容易带一些 有些人 对耳膠 但是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他那个耳膠插头 就不是一般那种 它是有少少 到吸回耳机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外面买不到 是的 如果你买外面那些 应该就未必适用 所以要留意这件事 就是耳膠配搭的问题 他本身都跟了三队 叫做大中小马 他插上去的就是中马 另外一个大马 一个小马 三队的耳膠 都是耳膠为主 反而有没有有人问过 有没有耳膠 或者说 其实现在都 现场没有 现场没有 有人问过 这个问题 是说 要配上 配上他自己 这一个专用 这个头 如果他官方找不回耳膠 就没有 Sony那个 就有跟耳膠 耳膠 各大中小马 三队 都跟给你 但是我又试过Sony那个 如果我不用他 跟这三队耳膠 或者三队耳膠 用外面那些 有机会漏声 因为他这个 本身比较长 我用外面那些短 有机会 例如我自己 耳膠比较深 其实就会遮不完 遮不完 所以就有机会漏声 例如在外面买那些 Compi耳膠 应该会漏声 我试过用Compi 我都换过Compi 在Sony那里 但是 反而会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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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等 如果要出 真的有人出的话 如果你是一些 钢噪耳机 其实 因为这些不是 一些大黄龟 即是吸窄耳罩式的耳机 它一定是要靠耳膠 封了整个耳道 让它不会漏声 才能做到 好的 钢噪效果 如果有少少 那也好 其实那些 噪音 它会入到 入到耳道里面 即是听到 所以就要 要留意 这一件事 那就是要看一下Clipps 究竟会不会自己 出回 相应的配件 那样 那些耳膠 或者耳加的配件 我们可以选购 因为真的 不见了就麻烦了 是的 但是 第一个感觉好的 因为真的 真的 轻 不要说 轻 不要说轻 但起码是小的 就是 但是 袋在袋 或者你拿出来 其实是漂亮的 就是 它有一些 金属黑字 那这个就不是 一些 不是塑膠 我又不需要 怕弄花 或者 买个 直胶套 包住它 这样 这个挺漂亮 还有我觉得 比较中性 就是一些女性的用家 也好 就是会比较 都适合 嗯 那 如果 现在有人 有女性用家 在看东西的话 就可以 又想买 可以考虑一下 这对 对 或者是 没错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完 下个星期会推出的 Samsung Gas C60 是一些 全文 都挺真实的 全文 还有我们开箱的 Trips T5 Tual Wires 事件之后 今集的时间 差不多了 记得留意下个星期的节目 下个星期除了我 会去到 纽约 和大家直击 Gas C60 发布会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新东西 可以在这个节目上 和大家一起开箱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在这里和大家说 拜拜 拜拜 拜拜